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飛俠 今天這雙是甚麼呢? 這雙其實是 Air Max 270 為何現在才說270呢? 應該說720 720是甚麼呢? 整個掌都是 Air 即是厚到豬扒的 Air 這雙只是一個後肘有 Air 前面都用回普通 Lunarlon 系列 這雙有甚麼好說呢? 其實我想說的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這雙鞋隱藏著一個很大的秘密 我想大家正常去看鞋的時候 是不會知道的 為何這樣說呢? 這雙鞋本身是第一雙 不是純粹跑出來休閒鞋 所以就算是 Air Max 270 也好 Air Max 720 也好 其實這個 Air 的壓力 是相對普通的 Air Max Wiper Max 或 Air Max 等各方面的鞋 是低的 所以你會見到每一次 踩到鞋端的變形度是高的 即是踩到鞋端的後肘就會噴出來 所以理論上逛街是舒適一點的 而這雙鞋有Fly Linen 這個就是普通的雷龍面 其實你問我呢? 普通的雷龍面和Fly Linen 是沒有甚麼特別大的分別的 不過有時候想說 穿上去不是特別好很多 不過他買Fly Linen 就可以賣貴一點 而買普通的雷龍面 就只可以便宜一點 但這雙鞋的透氣度是不錯的 我們不需要說甚麼支援 因為他知道一雙普通行街鞋 你不要期望他可以做些特殊技能的東西 因為真的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這雙鞋真的會咬柴的 因為他這些位置 其實這些位置的支援真的很弱 你問我只能配合你的鞋子 穿上去舒服 就是這樣 但其實這雙鞋最特別的地方 因為這雙鞋的位置很肥 其實他穿上去的時候 比你穿正常的球鞋更高了 可能差不多高1cm 也有 這雙鞋是很斜很厚的 其實你穿上這雙鞋 是增強智慎的系列 因為鞋子穿上去高1cm 有時候有1cm 1cm 那些鞋子穿上去高1-2-3cm 就變相放進去 原裝鞋也不用製造 所以當時買回來 就覺得為何會高一點 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它的重心 因為後面相差高 前面好像薄了一點 就有一點高跟鞋的感覺 你可能穿得長時間會很累 而其實這個設置 就算我相信720的設置 其實對比到Editas的Boost系列 都是稍順一籌的 其實我覺得Air的技術 無論現在怎樣做都好 都不會做得到Boost系列的效果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有一個標誌的問題 它現在只可以在這個框框的圈圈 它不可以特地改變了其他物料 雖然你也看到它有Re-Add物料 但是Re-Add物料很明顯 因為你看不到它 沒有一些象徵式的東西可以看到 令到它也不難收到你的錢 所以它唯一就是狂出Air系列 但Air系列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其實因為它真的會爆Air 跟Boost系列的問題有分別 因為它是會慢慢沒有 這個就一爆了就沒有了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穿Air的鞋 都試過爆Air 一爆了一邊就玩完了 Boost系列沒有這個問題 而我相信720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在街鋪試過720 我試完720之後是沒有買到的 雖然可能某程度上 我都在等待朋友有節的時候 都是會買的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它因為這個鞋子 它全部都做了Air的時候 其實你想想一下 你全部東西都可以動來動去 即是它的壓力不太夠的情況下 這些位置全部都是Air 其實你每一步行一步的時候 就像船一樣 但它這個位置是很硬的 即是它這塊東西的範圍 因為720和這個是很硬的 但這個位置的包邊是很軟的 所以整個東西的感覺 就像一隻又軟又硬的船仔 令到你有一些 乖乖的感覺 在我第一次在街上試鞋 當然如果你問我 真的有價錢買回來 真的穿來試試 認真點去看看是可以的 但你問我現在這個價位 這樣入手 我真的做不到 因為我覺得 我不喜歡它的笑哈哈外型 可能它比較貴重 我個人比較古老 我又覺得這雙鞋的低級度 我自己比720多 所以如果將來它減了很多 我就買一雙入手 來跟大家開箱 最主要的 我想介紹這雙鞋給大家 就是這雙鞋 這雙鞋已經出了很多配色 而很多配色 所以 作為一雙增強自信的優衣鞋 這雙鞋也是一雙好的選擇 這就是我想帶給大家的訊息 你想對優衣鞋而增高了 而有很多款式檢 而都有優惠的價錢 270可能都會是你的選擇 如果大家喜歡講一下波鞋 還是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回收回資訊 拜拜